大家好,飘飘我又来安利好剧了 无罪之罪,一部被绝大多数人夸错了的好剧 开分9.2,10万人评价之后,稳定在8.5 倒霉男小马,本是法律系高材生 结果因为一次过失杀人,他坐了四年牢 好在出狱后,他和小莉相爱,结婚,还即将晋升奶爸 一切看似回到正轨 但就在这天,小莉突然接到电话,要去柏林出差 这一去,奇怪的事发生了 小马收到小莉发来的诡异视频 他只穿的内衣,带着假发躺在床上 视频里还有一个没穿衣服的陌生男子 小马找私家侦探调查,才发现小莉根本没去柏林 晚上小马接到小莉报平安的电话 仿佛无事发生过,小马更疑惑了 此时电视里放着的动画片有什么含义 先卖个关子,后面再给大家揭秘 而小马似乎也有自己的秘密 出狱后,他一直和自己错杀的死者母亲见面 他叫对方妈妈,对方叫他儿子 这又是什么奇怪的角色扮演游戏 与此同时,女警娜姐接到报案 修女爱马疑似自杀坠楼而死 眼下只有三个线索 一,爱马身上的纹身写着汉尼拔 二,爱马作为修女还龙过胸 三,被杀当天晚上,她还开了婚 卧室里还有张照片,背后写着原谅我 所有可疑的线索都指向一通神秘的电话 他顺着线索追查到电话所指的地方 打开房门的却是小马 至此,两条故事线收束 但谜团没有被解决 反而越来越多 爱马真的是自杀吗?凶手是不是小马? 无罪之罪,剧情盘根错节 大致分三条线 第一条线,小马被追杀 第二条线,骂解查案 但第三条线,才是无罪之罪真正的主线 也就是小丽,爱马和小米三个人的友情线 这部剧的海报四个物件 每个都代表一件秘密 神秘手机里的女人,为什么只穿着内衣? 这是小丽的照片,那时候她还叫小坎 父亲不知去向,母亲吸毒过量而死 无依无靠的她,被一家脱衣物俱乐部的老板发现 做了脱衣物女 而这个老板的名字就叫汉尼拔 也就是爱马的纹身 线索终于串了起来 死去的修女爱马,曾是汉尼拔店里的脱衣物女 并和汉尼拔相爱 就算男友吸毒入狱,也不离不弃 她本以为自己能上位 可是汉尼拔一次次的背叛和暴力,让她绝望 爱马房间里半张照片上的女人是小米,她也在这家俱乐部工作 她曾经的梦想是当一名真正的舞者 但是梦想付不起房租 她一步步沦为舞女 一开始还有自己的尊严 只卖艺不卖身,但好景不长 直到小坎的出现,让她看到当初那个自己 但她无法阻止小坎重蹈自己的覆辙 讽刺的是,他们所在的俱乐部名为天堂之星 实则是人间地狱 汉尼拔原本做的适合脱衣舞沾边的皮肉生意 但时间一长,她利欲熏心 逼着小坎从纸跳舞到出卖身体 连她的意外怀孕都被当成吸引客人的卖点 小坎不得不把孩子生下来送走 只留下一串项链作为信物 这串项链就是海报里的第二条线索 海报上的第三条线索是一盘编号27的录像带 代表全具最黑暗的秘密 汉尼拔为了扩大生意,开始举办秘密派对 她让手下的脱衣舞女当监管 没收护照,逼迫未成年少女进行性交易 收取巨额入场费 让有权有势的大人物戴上面具 成为匿名的施暴者 同时偷偷把过程录下来,进一步敲诈勒索 在一次派对中,少女不堪27号客人的折磨 向小米的同伴求救 尽管少女跑了出来 但27号已经陷入疯狂,直接杀死了去查看情况的小米同伴 目睹这一切的小米忍无可忍 决定逃出这个地狱 她和小凯一直在偷偷存钱 然而他们的计划被人告密 遭到汉尼拔拳打脚踢 艾玛知道汉尼拔非常在意27号 为了威胁汉尼拔,她计划偷走录像带 和小米小凯一起出逃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汉尼拔发现录像带失踪 愤怒地垂死了她怀疑的告密者 拿走录像带的艾玛和小凯赶到被眼前的场景吓呆 汉尼拔想杀死艾玛 混乱中一声枪响 小凯用仅存的力气击倒了汉尼拔 27号录像带为什么值得汉尼拔拼命 27号录像带的主角是第一大反派阿泰 他是警察局特案组官员 本作为卧底,奉命追查秘密派对 自己却渐渐沉沦其中 从正义的执行者变成了恶魔 而艾玛是最接近这个真相的人 黄白用这样一句话形容艾玛 他从来没有真正掌控过自己的人生 其实他很有掌控欲 去看心理医生 他忏悔的再动情到点了 也会马上走 和人开完婚 第一件事是看表 这样一个对时间有强烈掌控欲的人 却在剧中犹豫过三次 第一次是汉尼拔决定举办秘密派对 他背过身皱起眉头 第二次 他看到同伴被27号客人虐待致死 他对汉尼拔的爱动摇了 第三次 他看见汉尼拔对仕途反抗的小米痛下狠手 他看着姐妹被打得遍体鳞伤 自己却无能为力 第二天小米和小坎戴伤演出 两个人屡次摔倒又艰难爬起 所以这一次 艾玛终于不再犹豫 决定和姐妹一起逃离 可惜由于太过仓促 他和小坎逃走时 没来得及戴上小米 艾玛改名换姓做得羞女 没想到阿泰还是找到他 盘问录像带的下落 于是他在纸上写下 去死吧 纵身一跃 因为自己好不容易从地狱爬出来 不想再把姐妹都拉下地狱 让她走出过去的阴霾 就到院院长告诉小坎 艾玛曾经交给她一封信 在信里 她帮小坎承担了枪杀汉女拔的罪名 而三姐妹里 没能逃出魔窟的小米 后来过得怎么样 无罪之罪用三场哭戏 描绘出小米的悲惨人生 她以为小坎死了 艾玛抛弃了她 只留她一人面对警察的盘问 第一场哭戏 她克制地流出一滴泪 平静地撕碎和姐妹的合照 逐渐失控 绝望大夫 多年后她才得知 小坎并没有死 甚至过着幸福的生活 而她却因此失去了三根手指 生活潦倒 于是她因爱生恨 下药冒附小坎 看着小坎挣扎倒下 她流泪了 在脸上只剩了苦和麻木 第三次 她目睹小坎为自己挡子弹 被捕后 她提出想再见小坎一面 一开始 她还是不维持镇定 说到一半 终于忍不住大哭起来 她没有想到 自己处心积虑报复的小坎 宁愿赌上自己的性命 也要换她一命 终于原谅了对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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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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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N FOR YOUR LIFE